好 我們去把小記打開來 因為我們現在小記不要了 我們要做篩選了 底下有沒有看到個全部移除 有沒有 我們按一下全部移除 他就全部付出來還給你了 好 對 他就大綱的模式 他就收起來了 就以這個回到你原來的情況 好 來 我們開始 滑鼠呢 我們篩選我分為兩種 一種叫自動篩選 或者叫基本篩選 一種叫進階篩選 來 我們先從基本的自動篩選來練習 那請各位呢 滑鼠啊 請你放在我們的資料表裡面 不要放在外面 你的滑鼠不要定位在外面 哦 那定位在裡面的隨便哪一格都沒關係 哦 不要跑到外面去 好 然後呢 請各位呢 我們到常用 哦 右邊有一個排序篩選對不對 裡面的篩選 其實他除了他除了這邊有篩選以外啊 在我們的資料的標籤裡面 你也會看到排序篩選這裡也有 有沒有看到 哦 在資料標籤裡面進來 往右邊看過來 這邊也有一個排序篩選 看到了嗎 這邊也有 也有哦 好 當你把篩選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 每一個欄位 每一個標題的旁邊 每一個標題的旁邊 是不是都多了個箭頭啊 哦 都有個往下的箭頭 好 篩選簡單的來說就是 只把我們想要看的保留 其他的都隱藏起來的意思 哦 好比說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想看 看一下 消息來源 比如說我們把消息來源 的這個按鈕按下去 消息來源的按鈕按下去 這邊啊 就會列出裡面的項目 其中 比如說 我們想看看 我們想看看呢 那麼針對電視廣告的部分 哦 你把全選打鍋取消 按一下全選打鍋取消 重新的把電視廣告點一下 他等一下呢 就會只保留電視廣告的部分 其他的就通通都收起來 隱藏起來 好 那我們按一下確定看看 哦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資料裡面就只剩下誰 只剩下電視廣告 有沒有 啊 你可以呢 怎麼樣 你呢 當你呢 先做這些都是屬於 你先進一步的把你要的先篩選出來之後 那麼其他的雜七雜八的就先隱藏起來了 那隱藏起來之後 你下一步還可以再配合 比如說做排氣做小劑 進一步的找出你要的東西 就稍等一下我 好 換一下電池 電池 電池沒有 好 所以呢 我們篩選的部分啊 其實他的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就是說 你可以一階一階的篩 你可以呢 一階一階的 不斷的篩選到最後只剩下你要的部分 你要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剛剛來講 是消息來源是用電視廣告 然後呢 如果我們只想要取性別當中的女性就好了 那你就可以再進一步的到性別裡面 到性別裡面 只針對性別的部分點下去 把全選先關掉 把全選的打勾拿掉以後 只針對於女性的部分打勾 只針對於女性的部分打勾 按確定以後啊 那麼呢 你就可以看到呢 他現在呢 只剩下幾筆記錄呢 不用算 你的畫面左下角 他會跟你講只剩幾筆 對 是不是十一筆 所以也就是說你就可以知道 那麼在這個200個人當中 在這200個人當中 藉由電視廣告 藉由電視廣告 而怎麼樣 而買啤酒的女性 藉由電視廣告 而買啤酒的女性 一共十一個 你可以用這樣子的一個篩選的部分 來篩出最後你希望看到的結果 或者是數量 那你最後篩選到最後剩下幾筆的資料 留下來幾筆的資料 你的畫面的左下角都會跟你講 都會跟你說 所以呢 你呢 在一個比較龐大的資料量當中 你要怎麼樣 藉由篩選的部分 來得到只有你想看到的結果 那我們剛剛是一階一階篩了 所以呢 基本上 等一下呢 你會覺得這樣比較慢 等一下呢 我們在做進階篩選的話 都比較快 那沒關係 我們還是了解一下 基本的功能 那麼他除了這種叫做指定篩選 好來 現在呢 我們先把他的資料呢 先還你 請他把所有的資料先退出來 怎麼退呢 來各位請看 你呢 不用呢 一階一階 不用一階一階退 他上面 這邊有一個 你到資料的標籤 你各位 你說常用這邊來嗎 常用有 來各位請看一下 常用啊 你剛剛是進來到這邊 他在這個排序篩選裡面 有沒有看到的清楚啊 清楚就是把你不管你篩了幾次 啊 不管你篩選了幾次 他通通都還給你的意思 所以當你按了清楚之後 你看到的資料就是全部的資料了 啊 看到這全部的資料哈 所以如果你要他還你的話呢 那你就是如果你要他全部都還你的話 就是按那個清楚 啊 了解哈 那如果假設你不用你不要他全部還 你只是要他還一部分 哦 那你就要注意了 你就不能用清楚 知道嗎 哦 比如說我剛剛舉個例子 來各位你先不要動 我們看一下 剛剛我們講的 本來呢 我們是用電視廣告 好 電視廣告進來了 然後呢 本來呢 我們是排 哦 女性 哦 各位你看 然後呢 如果你今天 今天我們不是要全部清楚哦 我只是要把剛剛的性別這邊消除就好 那就不算全部清楚 你要特別注意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回去你剛剛篩選的這個按鈕 我剛剛是篩選的性別 你就要從這個性別點進去 有沒有 性別點進去 你把它按全選 哦 讓他打勾 這樣子他就把剛剛隱藏的資料就還給你了 哦 所以你到底是要全部還 還是要個別的還 你要特別的注意一下這個地方 不是每次篩完就跑去按清楚 這樣有時候反而你要的資料 會找不到 哦 會找不到哦 所以這點請注意一下 好 那現在呢 我們考一下各位好不好 好 不妨可以嘗試看看哦 做做看 來 請你呢 篩選出 我們想要了解一下 篩選出 50 40歲以下的 40歲以下的人 請你篩選出 年齡是40歲以下的 請你把它篩選出來 看總共幾個人 在這200個人 隨機抽樣200個人當中 40歲以下的到底佔幾個 啊記得哦 你要把資料先全部清除出來哦 要把資料先全部都還你哦 你才可以呢做篩選哦 做這個篩選 所以呢 數字也是他的篩選的一部分 來 我們來看一下40歲以下的 到底佔了200個人 裡面的幾個人哦 來 我們到這個年齡啊 你要首先要先清除 請他把所有的資料通通先退出來 還給你哦 來 我們從年齡按一下 第一個同學你不會是把全選打過取消 然後一個一個去勾吧 哦 嘿 不要這樣哦 這樣是做身體健康的啦 哦 來 數字篩選有沒有看到 數字篩選 哦 要在這裡來哦 數字篩選 到這邊來 我們說小魚對不對 小魚 哦 哦 啊呢 然後呢 來 所以真的剛剛真的有人自己一個一個打勾嗎 啊 那是隔壁的錯 他應該要規勸你的 哦 他也是這樣啊 哈哈 那就是你隔壁的隔壁的問題 哦 好來 40 哦 OK哦 40這樣就好了 小魚40 按確定 哦 各位你看一下 那這個時候呢 他一共有100筆的紀錄 哦 所以呢 200個人當中啊 抽樣檢查 抽樣問卷當中 光40歲以下的 不然40歲哦 就佔了一半的人口 哦 30歲啊 40歲以下的 都佔了一半的人口 哦 好 那我們看一下未成年喝酒的多不多 來各位 未成年是幾歲 18 18對不對 來 哦 有沒有 未成年應該不能喝酒吧 所以就沒有對不對 哦 那還好還好 哦 我們都是早成年的喝酒 不好意思 雖然未成年很多人喝酒 但是我們不管他 哦 還好 所以這不含未成年哦 不好意思 所以剛剛這題目就不算了 好 這樣會了哈 所以對於這個基本的篩選 哦 自動篩選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你可以一階一階的篩 或者是呢 你的範圍 局部範圍的篩選 好 接下來我們要會介紹的是 進階篩選 進階篩選 那麻煩各位 先請他把資料全部還給你 好不好 先清除 先請他把資料還給你 先清除 好了嗎 然後呢 你把篩選關掉 怎麼關 哦 對 再去把篩選的按鈕 再把它按掉就可以了 按掉就可以了 好 來我們看一下 什麼叫進階篩選呢 簡單的來講 呃 首先啊 我們先去把標題 copy出來 去把第一品牌 有沒有看到 來 我們做個複製 然後呢 要空一空一欄哦 你不要黏在一起 到旁邊 到旁邊 到旁邊的地方點一下呢 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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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上值就可以了 沒關係 好 貼上值 就純粹把字過來 重點是字要過來 字要過來 好 再做第二個 去把購買原因的標題 哦 購買原因 購買原因 把這個格子做複製 好 到第一品牌的隔壁 這一格 點一下 哦 來 各位看一下 到第一品牌的隔壁 點一下以後 右鍵點一下 我們貼上值 貼上的值 就是他寫個123 有沒有 就是純粹把字貼過來的意思 格子啦 格子不用過來 好啦 依此類推 去把台灣啤酒 copy過來 台灣啤酒 找一個台灣啤酒的 copy過來 好 顏色不用過來 自有過來就好 好 最後 購買原因 口感不錯 好 OK 好 我們準則表做好了 準備開始了 當你呢 準則表如果做好了 我們接下來 就可以開始 來做進階 篩選 來請看 那準則表各位完成了嗎 還沒有 還沒有 等你一分鐘 講完剩十秒 加油加油 啊 你要自己打嗎 不要緊啦 你不要打不住就好喔 不要打錯 好 來你先看我做一次 因為這很簡單 當你呢 把這個準則表做好了以後 游標先到資料表裡面 先隨便找一格點一下 好 游標去把你的資料表裡面 隨便找一格點一下 不要跑到外面去 好 這點很重要 否則他會找不到範圍 好 再來 請各位到上面來 我們到資料標籤好了 資料標籤那個按鈕比較大 好 資料標籤點下去 同學 有沒有看到一個排序篩選啊 有看到一個進階對不對 來請你把進階按一下好嗎 好 同學 第一個 上面啊 我們在原來的地方顯現結果就好了 好不好 不用另外還要再到別的地方去裝 他的結果不用 所以上面這邊啊 你就選 我們就選第一個 在原來的這張資料表裡面 去顯現結果就好 再來資料範圍你不用動它 因為他已經主動的偵測到 也選起來對不對 關鍵在第二個 準則範圍 這樣 請各位到準則範圍點一下 然後 接下來 請你去把 剛剛的準則表 把它選起來 把剛剛我們說的準則表選起來 選好了嗎 選完之後 中華的範圍是不是就跑進來了 好 我們按確定 好 來 請告訴我 結果怎麼樣 一共幾筆資料呢 對 一共18筆資料 左下角 他就跟你講 從200個人當中 那麼呢 找出18筆 所以在這200格的抽樣調查當中 針對 覺得台灣啤酒口感不錯的 那麼有18個人 所以 以200個人來講 18筆算很少 這代表台灣啤酒不好喝啊 蛤 蛤 因為他在篩選的過程 準則表會收起來啊 他被折起來 被折起來了 他不見是正常的 因為你放在旁邊啊 那 我們他在收的過程 就收 他有一些 你注意看他左邊 有一些列都不見了 有沒有 喔 所以準則表不見了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你等一下按那個清除 他就退出來還給你了 好 所以呢 喔 我們 基本上 喔 那麼呢 用這種進階篩選 你自己做準則表啊 你就可以依你想要篩選的狀況 直接在旁邊做準則表之後 他會依你的準則表的方式 或 或者是且 齁 來做一個 篩選 不只兩難喔 三難四難都可以啊 你要三難或四難都可以 不限定只有兩難 好不好 不限定只有兩難 OK 你等一下呢 可以自己試試看 你已經知道方法了嘛 對不對 或 要怎麼做 且 要怎麼做 你等一下呢 自己找個目標 篩選看看 啊 篩選完畢以後 接下來 你可以請他清除 請他用清除 你把他清除 請他把資料還給你 啊 你的準則表就跑出來了 啊 現在各位會做準則表啦 啊 你等一下就可以自己找目標 啊 看你要篩選哪幾個欄位 啊 是要試 還是還是要 是要且 還是要貨 你呢 就自己決定 哦 那我剛剛講呢 如果是放在同一列的 就叫做且 如果有上下的 隔一列的 上下的 那就叫做貨 哦 各位呢 都可以自己嘗試看看 啊範圍的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啊 裡面的條件就打什麼 我舉個例子 來同學 我們把那個 什麼呢 欸 性別是男性 性別是男性 哦 而且呢 40歲以上的 一共有幾個人 來 各位 你做做看 請你做一個準則表 性別是男性 而且呢 年齡要大於等於40 大於等於 我們要40歲以上的 含40歲 請各位篩檢看看 你看 性別是男性 然後呢 年齡的話呢 是 大於等於40的 40歲以上的 含40歲的 那你原來的準則表 可以不要管它 你就放著就好 你另外再找地方做準則表 啊 記得哦 準則表千萬不要跟我們的資料表 連在一起 要空開 要空一欄 把它隔開 40歲